玉璃分局卓西分住所代理副所长朱少佐和远景谢炳红 日前执行护瓜勤务的时候 寻经中正部落发现联络道路的路数倒塌 立刻进行排除的作业 恢复了道路的顺畅 也获得了民众的好评 卓西乡联络道路是中正部落连接到玉璃镇的要道 目前盛产的西瓜许多采瓜车辆路过通行 警方为了要加强巡视维护交通顺畅并且加强的房窃 这几天因为午后雷震雨的关系土石松动 偶尔会有发生树木倒塌阻碍道路的情况 影响到用路人安全 而当时夜间视线不佳 巡逻车停在后方警戒 有一名远警负责交通指挥管制 而另外一名徒手排除障碍 迅速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玉璃芬局长表示 民众如果发现灾情影响到了道路安全 可以立即通报道路主管机关或者是拨打110 而这几天山区常常会有大雨发生 雨势瞬间大量降下 土石是容易崩落 也呼吁民众进出入山区 应该要随时注意天后路况 避免发生危险 G9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这一天都可以回家 这是怎么办的 这一天都可以回家